人氣體育競賽時進節目7號舉辦記者會 提前宣布紅隊率先進入總決賽 領隊江洪潔坦言很開心 對於拿下總冠軍有高達80%的信心 藍黃兩隊則是即將爭奪資格賽的名額 不過藍隊領隊前維圈以及黃隊的領隊郭洪志 都表示平常心面對全力以赴 會把最好的呈現給觀眾 毛哥的對決 紅隊是毛 藍隊是對方好球 後15個多月體育競賽時進節目 終於來到總決賽 7號下午紅黃藍三隊齊聚一堂 提前宣布第四季由紅隊 搶先拿下總冠軍門票 對於是否能拿下冠軍 江洪潔信心滿滿 至於前三季都是第一的藍隊 這次卻被紅隊領先 雖有不甘但還是平常心面對 如果小杰真的贏我了 就你們是要去哪裡走一走 去日本的話就帶上我好不好 秦偉娟開玩笑說 如果紅隊真的贏了 慶功綠心也要參一咖 而要和藍隊爭奪總決賽資格賽名額的黃隊 儘管是第四季才加入的新隊伍 氣勢也不輸人 郭榮志大膽嗆聲江洪潔讓全場哄堂大笑 紅黃藍三隊也表示 不管輸贏一定全力以赴 就是要讓觀眾看到最精彩的比賽 就是挑戰干個地推波動 好 好 好